开启另外一个跟Video函数有点关系的 叫饭店管理的这一题 这一题跟刚刚这个人事考评有点类似 所以你把Vlookup 这个饭店管理这一题先打开 首先的话 这个题目里面的话 首先要请你先完成几个动作 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先把booking ID 产生 所谓的booking ID 这个ID的话是它的编号 它的编号其实是有规则性的 它的规则基本上你可以参考云端白板上面 我们云端讲义上面 这边有一个叫 饭店管理这一个 打开之后的话 那你可以...不是这个 这个,OK,饭店管理 首先的话 第一个就是说 你们可以看到 在民生管理员里面 其实他已经帮我们把一些名称都建立好了 所以有些名称你一样不需要特别去建立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开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他已经帮我建立了蛮多名称的 后面我会用到像booking booking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这个总表 那其他的话有像hotel的detail hoteldetail指的是什么? 这个hotel的名称它的缩写 有没有 然后total room 所以这个范围 可能你们要再稍微看一下 就是他有定义一些名称 那如果已经有名称的话 你就不需要特别自己去再去定义了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题目 我如果要建立booking ID 你们可以参考云端上面 其实这边有个题目 这个其实是正段考试 蛮喜欢考的题目 那这个题 不过题目 你们有时间看一下 重点我们直接来看 我是觉得直接跟你们可以看这个地方会比较清楚 那实际上不可以ID 它分成有一个部分 两个部分 三个部分 四个部分 中间加一个减号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部分的话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L L1 L1的话指的是什么? L1指的是这个hotel的缩写 OK 所以我要怎么知道它的缩写是什么? 有没有 所以它的hotel是什么? 那我的缩写就把它查 那查的话我刚刚有讲 这个hotel的话 其实怎么去查到它的缩写 其实它这边有个名称 叫做hotel detail hotel detail 然后你把它点 点下面这个它参照到的范围 就我刚刚讲的 所以刚刚那个名称就是这一个 它的缩写就是L 应该是LE 前面英文后面是数字 OK 所以我如果要得到的第一个名称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缩写 加一个减号 然后0106的话 0106是什么? 0106 有没有看到check in 也就是说它的check in的日期 然后但是它要取得的是月跟日年不要 而且要补零哦 你怎么可能会刚刚好是0106这样的 所以如果你要格式的话 还记得吧 我们好像有用过一个函数 它就专门可以用来格式化的 而且格式化的结果刚好也要4嘛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第三个的话 所以在0601 然后再来的话 第三个就是 3是什么? 指的是它住几天哦 那它的check in日期 1月6号 check out日期 那当然了 如果你把8-6的话 那就是住两晚 有没有 住两晚 可是实际上它是住三天 所以这个ID的第三个讯息 就是它住几天哦 它不是住几晚 OK 所以你可以把check out日期 减掉check in日期再加1 就是它的天数 住的几天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它的什么呢? 所以哦 1、2、3 然后再加上它的什么? 这个什么? 这个应该是它的first name吧 OK 再加上它的first name 就会是它的booking ID哦 OK 所以要怎么样把这4个东西 查完之后 全部再串在一起 这是第一个 我们需要做的 那第二个如果有booking ID之后的话 那后面其实就可以查出来了 因为这边有个ID 那我可以根据这个ID 去查到它其他相关的资料 包含就是说这个客人的全名是什么? 全名的话有没有 就把它的什么? first name跟stern name 把它串在一起不就好了 就是它的名字就放在这边 분 number的话呢 就是它住几号房 几号房这边不是有的 然后呢? 它是什么? 几晚? nice? 不是哦 不是几天哦 刚刚是几天对不对? 那如果起晚的话呢 就把它的缺高日期减到缺一日期 不就OK了 那price比较麻烦 price的话 你会发现价格 这边有价格吗? 好像没有耶 所以如果想要知道价格的话 其实有个方法 其实有个方法 就是它住哪个饭店的几号房 哪个饭店的几号房 那我就可以查到价格 那可是你说老师 那我要怎么查到那个价格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名称管理员 里面有一个 一个一个 这边有一个名称 叫做lookup 查询price 就这个哦 叫lookup price呢 指的就是说呢 饭店的价格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lookup price 里面的话呢 它这边有一个 第一个栏位 实际上就是什么 饭店的缩写 加上它的房号 就可以带出它的价格 所以其实也可以用什么 用微团数去查就可以了 但是前提是 你必须要先给它这个资料 什么资料 饭店的缩写 所以你要先缩写 加上房号 但是问题这边有没有 有没有那个讯息 所以你恐怕要先把它串出来 那你会发现booking id 前三个字 就是缩写加一杠 那你可以再去把什么 把它的run number 查出来 串在一起 再去查询 不就知道价格 最后的话呢 有知道价格之后的话 就可以把amount 就是总 total的数字呢 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先打开这个范例 了解一下题目 画面先再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请各位先了解一下 如何产生booking id booking id有四个地方 要先把它得到 第一个就缩写 第二个就是它的check out日期 但是一定要是什么 一定要是这个四码 那前两码是月份 后两码是哪一天 然后住几天 它的first name叫什么 那最后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booking id 那这别注意 booking id一个字都不能 不能错 不然你后面要查询 理论上一定会查询失败 所以请各位先了解一下 先开启那个 讲义里面的那个 叫Vilva 饭店管理这一题